黄色小鸭独厚心得 完全无关 本书设定为限制级 是因为书中有许多内容 与现金普世价值有些不同 须有自主判断力的成年人 才可以观赏 比较合适 并不是黄色小说哟 兮兮兮 2018年1月初稿写完至今 又经历了5年 最后决定将老婆的名字 写在书里面 并留下了 林妙之将和他母齐名的词句 本书里有两个重要的主轴 一个是王子豪与熊维尼的感情发展 另一个主轴是 汤姆的语录采访过程 而叙事中心思想 是以李济李运大同篇 为整体架构 因为我本名王志同 志愿世界大同 所以莫纳寺才会连结到 这个架构上面 这是最初所没有料想到的发展 修编过后 觉得也挺不错的 甚至把东方圣人都请到书里面来了 2023年我回台湾了 从2001年离开家人到海外常住工作 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 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我也回归故里了 采取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同事都认为我回台湾 是要去做网红赚钱 我很愿意当网红赚钱 把个人一生的经验 与读者分享 呵呵呵 今天把四本小说 及有声书影片都完成了 算是正式退休啦 后续所上传的影片 都是我退休后 吃喝玩乐的内容 相信你会喜欢 敬请订阅加按赞 持续关注汤姆一号 感谢您 请订阅加按赞 请订阅加按赞 请订阅加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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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